前不久,刚刚热播的《一千零一夜》下线,迪丽热巴精彩的表演,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人文就已经人气十足的迪丽热巴,又凭着这部热播大剧刷屏。 提起热巴,前一阵子还有个疑似绯闻,让关心他的人为他捏宝汗,那就是曾经效力于AC米兰,现在效力于天津玄间的当家外员帕托曾经在社交媒体,球场上多次隔空将热巴室爱,虽然帕托英俊潇洒,球技也是十分了得,不过他也是有名的浪子,许多迪丽热巴的粉丝真心,不希望他和帕托走在一起。 后来,帕托一位加拿大超模相恋,他和热巴这段故事自然,也没有什么实质进展,不过也成为了娱乐圈和足球圈的一段佳话。 其实,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,迪丽热巴是有多美了,热巴的美,完完全全就是纯天然的美,而不像有的明星的网红脸、整容脸。 上面这张照片是迪丽热巴,在大学时作为学院的代表参加比赛拍摄的,我们不难看出,那时的热巴就已经是个标准的美人披子。 在亮丽的外表下,还有一丝丝的羞涩,笑起来是那么的可爱。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热巴,上学期间和广大网友都差不太多,也经常会发扩走神。 不信就看上面这张热传的图片,最左边穿着一身黑色衬衣,留着长发的女生旧的热巴了,我们可以放大看一下。 当时热巴眼神迷离,双目无神,一副昏昏欲衰的样子,认真听客,貌似是不存在的。 许多热巴家的粉丝看到了,也是纷纷打趣。 许多热巴,最爱的军军,热巴的颜值可是一直在线啊。 许多热巴,从小美到大,胖迪一直都是那么美。 许多热巴不会是天然脸。 兮兮,那谁家的小可爱,和我上学的时候一模一样啊,哈哈。